那最开始的捷克南瓜灯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附送大家一个小故事 就是捷克南瓜灯的故事 话说这个叫捷克的爱尔兰青年 那真的是交友不慎吧 他最好的朋友既然是一个恶魔 这一天呢 捷克同学和恶魔相约的一起去酒馆喝酒 喝海了你一杯我一杯啊 喝得大家都很开心 喝完了之后要付钱才发现 钱不够 怎么办 捷克同学说 哎恶魔 你不是法力有魔法吗 你能让自己变成钱吗 变成钱我就可以给了酒钱 咱再走 哎恶魔一听 这没问题啊 不就是变成钱吗 于是就变成了一把金币 落在了捷克手里 捷克同学这小子 见钱眼开 看着金灿灿的金币 不想给酒钱 于是拿此一包 偷偷的从后门溜了 溜走了 神不知鬼不觉 哎 他呢 特别想把这个金币把它用掉 但是恶魔呢 不停的在说 放我出来 放我出来 哎呀 那是吵的不行了 比唐僧念紧箍咒还要多 杰克同学实在听得受不了了 好吧好吧好吧 我可以放你出来 但是啊 但是啊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你这一年不可以害我 恶魔说 何止一个条件 十个条件我也答应你 放我出来吧 这样 杰克才把恶魔又放了出来 你别说这恶魔还是一旦 守信用的恶魔 他的确没有伤害杰克 就飘然而去了 杰克这人呢 那绝对是恶有恶报 不到一年的时间 还没等恶魔来找他算账 就已经先去了 去世之后的杰克呢 他是先是来到了天堂的门口 咚咚咚一敲门 打开门的是上帝 上帝一看 杰克 你小子 不守信用 见前眼开 天堂不欢迎你 走吧走吧走吧 哎 杰克想 那那就走吧 天堂不欢迎我就走吧 怎么办呢 又在人间游荡了一段时间 太无聊了 怎么办 这太无聊了 又有人玩才行 他就想到了 哎 那干脆去地狱吧 地狱恶魔多 又去不知道怎么样 找到了地狱之门 咚咚咚 一敲门 打开门的是 凯尔特人的死神 萨温 萨温说 你小子 你小子 杰克 哎 连我们恶魔都敢耍 地狱之门 绝对向你关闭 走吧走吧走吧 啊 这一下杰克同学急了 那真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呢 怎么办 尤其是来地狱荣誉 回人间很难啊 这路可是漆黑一片 看不见怎么办 他就求这个死神萨温 能不能给我一个小小的碳 我可以点上当做一个灯 这样可以找到回人间的路 死神萨温还真给了他一个小火炭 这样呢 杰克就拿着这个小火炭 摸索的回到人间 回到人间之后 杰克啊 嫌这个火炭拿到手里总是不舒服 于是呢 刚好旁边有个菜地啊 于这有一个这个大甜菜根 他就把这个甜菜根拿过来 挖空了里边之后 把小火炭放在了这会儿 做成了一个灯笼的样子 我们刚才不是说的杰克南瓜灯吗 你这有杰克也有了 灯也有了 南瓜在哪里 最开始的这个杰克灯啊 他就是用这个甜菜根 萝卜的一种啊 做的 是爱尔兰人 他去了美国之后 发现美国的南瓜又大又圆 好雕刻 才把杰克灯赶成了杰克南瓜灯 就是这么来的 澳洲过万圣节吗 当我们知道了万圣节的来历之后 我们就知道了 凡是英国移民多的国家 他都会过万圣节 比如说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这些国家他都是过万圣节的 澳大利亚有哪些万圣节的精彩节目呢 我会把我精选的一些关于澳洲这边有哪些万圣节的活动贴在下边的视频说明区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参加一下 当我们了解了这些万圣节的来历之后 再去参加party的时候 会过得更有意思 不幸今年万圣节 你试试 好的 提前祝大家 Happy Halloween 希望下一次节目还可以看到 拜拜 by bwd6